各位市民 以林鄭為首的港共政權的極端行為 令香港作文度過了非常黑暗的一夜 令今日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 大家都很擔心、憂慮、甚至恐懼 香港市民将以最大的決心压止暴力 我们呼籲大家坚定支持香港市民 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港共政權 以堅定的意志 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割席 我們不可再容忍 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破壞我們這個珍惜的香港 我們一定要令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好 今天晚上跟大家見面 大家好 我又缺席了兩位香港人 每個星期 原來很簡單就是事亡 為甚麼事亡呢 原來最近很多朋友請我吃飯 為甚麼請我吃飯呢 那是好事來的 帶旺的事 不是的 他們心目中有很多疑難 很多疑問 大家知道 很多疑問 到現在沒有香港 那麼小的局勢 都是有些… 有些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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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他們要透過不同的方法 去問一問 如何安心立命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局面 似乎就認了之前 我們在節目裏面說過那個扶基 關聖帝君的那個扶基 但是因為那幾個月份 我不是記得很清楚 那今個月天羅地網 我想大家都沒甚麼意義了 但是說去到水月 想請教黃師傅 就是水月是甚麼時候到的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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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一個月 應該說由八月開始 八月開始 就是大概 因為昨天就爆了 前日 前日爆了 前日爆了 我們今天出街就成功了 航路 那就是頭尾三十日 應該這麼說 對 每個三十日就 有一個改變 月外月 接著就秉指月 如果說到這個下個月 那是否水月 那些人的情緒的波動 沒有現在那麼緊要 如果在五行來看 因為之前我們都說 在這個立春八字 今年的立春八字 都是火 那火 那包括很多東西 其中當然是露火 那踏入水月 那就叫做調和一下 有些水蓋色一些火 那你說至於蓋色多少呢 那麼難說的 因為始終都是一粒害水的 那麼加上 今年幾害年嘛 害害是自營的 那麼始終都是有問題存在 但是你說能夠減少多少呢 那我就不敢說 又減少多少 不過就相信都會緩和了的 就是一個水的月份 就是越害越丙子 那些都會緩和了 那很丹麥說 譬如問我 那些都是中產階級 那直接跟人家說 就很大焦慮的 但是我也是說一句 就 很多事情 如果你看得通了 就 不需要太牽牆掛肚的 都是的 人生來的 都是一個經歷過渡期 那任何事情都有過渡期的 是啊 你凡是事情有高一邊有低的 這個是世事的循環 那如果你的年紀大一點 你覺得很多事情都是 畫完好 畫完好 放開一點 放開一點 不要 不需要看得太過緊張 那喂 如果經濟好 那當然是吃好一點 經濟不好 那你不是吃得不好 那你一樣可以溫飽而已 但是不吃飯可以吃粥而已 吃豬肉吃牛肉 對 一樣可以過過的 不可以吃這麼多肉 不過就是說 有個思維就是 可能 我們經常都會跟人說 你吃了都吃開顆糖 突然間你沒有糖吃 那你可能覺得有苦結味 就是這個習慣而已 我就自己有一個處世的戒言 居安私藝 是啊 居安私藝 譬如說你過得好好生活 那你有空要訓練一下自己 有一天 我犧牲的時候 突然間這些東西沒有了 那怎麼辦 那你想想這些東西 不過我剛才說了 當然有點風涼話 因為問我的朋友 有家室 就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譬如說 有家室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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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 很多 最近我都遇到一些 你們兩個師傅都遇到 遇到很多 甚至是遇到有一個客人 是做教育移民的 生意就非常之好 詢問的人數每天都很多 可否介紹我認識 是不是 真的 他在做的 他在做的 做的不錯的 是一間比較有名的 做這個什麼 做這個海外留學 幫人搞移民 近期來說 真的有些客戶問很多 怎樣問很多呢 譬如說 問台灣的比較多 就是問我 師傅我認不認識 遇到台灣 其次就是馬來西亞 其實有一個客人 就說他曾經去過馬來西亞住 他說馬來西亞當然挺好住 我們有朋友 也不認識到 馬來西亞 這裡有一個提案 想請專輯師師傅 你可不可以加入一個專輯 講講一些人移民去哪裏 會是 這個是很題材 因為真的 近期很多人上來 都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問過 究竟他們自己本身 適合移民去哪裏 這個可以說 可以說 劃去劃留 要走去哪裏 沒錯 我覺得我們 未來我們要做些 透露一些 譬如我們紫薇斗數 如果他的遷移公真是很漂亮 可能給香港的發展 即我們叫出身地 可能會更加好都有 有些人出到去來講 可能香港讀不成書 好像我的客人很可愛 兩個客人都是 兒子在香港讀不成書 我跟他說 你送他出去就可以了 誰知道兩個人 不約而同送去紐西蘭 去到那裏讀書 竟然是第一 我自己有個舊同學 也是 也是這樣 在那裏 英文很差 我去拿獎 即有機會因為環境 改變了他 他身處的地方 如果配合他的 運勢 運勢五行起 那就更好 但你走你還要看去哪裏 現在世界這麼大 你一個不過意去過 一個比香港還差 那就麻煩了 那絕對會 這些都聽過 近期來說 有一兩個我推薦他們去澳洲 有一個 有一個我可以想想馬來西亞 因為他們本身五行的屬性 是適合在南方和屬火 或者俗目的東南亞發展 或者我們下個星期可以做 下一個 我們可以正確做一樣 因為我相信近期對這個 知識方面的知識 有一個多大的衰竭 因為那些朋友都在問我 好 第二個問題想問 天使師傅 我最近親身都去一些食肆看過 由於那個交通的問題 夜晚很多食肆拍烏鷹 這個真的 大家都知道 那些負責質素 那缺比較有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看過 這幾個時候 就是一個銀行的 我記得 那些車道是有一個 甚至乎是一個護照的 你一關人又要交租 又要交出人工 你跟著又封了他 其實我想問天師傅 以你看今年最後一季 即是舊歷 最後一季 經濟情況如何 持續滑落 應該都不會見得好 如果我自己來說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我們自己做了少許的預測 明年來講 現在香港 其實最壞的時間都差不多過了 不過明年最壞的時間就未到 你聽起來有人會害怕 大家不要害怕 為何不要害怕呢 有個心理的準備 大家買好保險 同時間來說 我們知道情況大概怎樣 應該作出怎樣應付 那才是正面一點去面對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講陰陽 那你有陰必定有陽 經濟也是一個循環 天道也是一個循環 那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它慢慢真的復原 好像人體有一個修復細胞一樣 一個社會上也是 社會的修復細胞來講 就是政府 老百姓 或者商人 或者各個方面持份者 那我就覺得每個都是持份者 那大家同心協力 那就可以把整個社會去修復 就是我們每一個個體 都是一個修復細胞 就是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們說去到這麼壞的時間 那為什麼為之會壞呢 譬如好像你很簡單 現在吃碗雲吞麵 是不是都要三十幾四十塊 有時都要 那如果回去是二十塊 那你覺得是怎樣呢 你說吃碗雲吞麵 也值三十幾塊 你知道吃碗粥加碟腸粉是六十塊 我經常都用雲吞麵 是離譜到六十塊 我昨天才吃完 你離譜 那你有錢吃 你是想不到吃碗粥 和一碟腸粉 但是你要想清楚 不是因為那東西貴 是因為租貴 所以這一下真的離譜 所以我們說 有時來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吃碗雲吞麵 為什麼呢 雲吞麵其實是一個經濟指標 雲吞麵 一個雲吞麵就沒有包 對 沒有包 那你去到這麼貴 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租貴 租貴現在來說 可能地產那個 可能要調整一下 其實地產商他們也都 在他們投資的時候 其實都不要說地產商霸權什麼 他們都有風險的 下調的時候的風險 是他們承擔了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其實現在來說就是說 突然間出現一些事件 那令到那個經濟出現一個 均衡的調整 那大家來說 是不是應該 反而是抱著那個心 都挺好的調整 可以一些東西便宜 可以一些東西便宜 我自己在這個節目都講過 那你香港的經濟結構 不應該是這樣 你不應該有這麼多金譜 不應該有這麼多藥房 不應該有這麼多酒店 那你突然間酒店就是 你不應該那些酒店比別人住好 那你不要被你嚇住 因為反正都少了 變了做公司 當租貨 當月租 就是窮則變 變則通 那你用這個態度去看 就是 就是 樂觀 但問題就是 這段時間怎麼過呢 那天師師傅 可以給大家一些很實際的建議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我有股票 或者我有現金 我有黃金 或者我有美金 或者怎樣 這個比重 應該怎麼調整 我們這個 就變成 就講了一個 經濟評論 那如果用玄學來講 我首先會講 就是說 我跟黃師傅 可能一定認同 我們首先看看 你自己本身的五行的屬性 譬如你說 你自己的五行屬性 你適而持黃金 我就建議你持黃金 不是持實金 持持實金 現在不需要持實金 有張紙就可以了 在銀行 整個家都是金 在銀行買就行 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有些客戶來講 本來他的用神來講 就是用土 但是金為記 他無端端拿了些錢 真的去買金 甚至在倫敦金輸了也有 真的大有人在 老實說 我建議 就是說 我給他一個參考 你其實可以說 買一些不動產 就用來收租 那就穩陣些 不動產來講 不是說說樓 不動產還有幾樣東西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買車位也可以 你可以買的士牌也可以 你可以看你自己本身 五行的屬性 適而投資哪一類東西 然後才浪漫 譬如你看現在 你看股市 譬如你以火為用 別人以水為用 買騰訊 輸到結他 我看到有兩個 有兩個 阿太今年走來 輸了三十萬 可能都在看我這個節目 我也說了 他買騰訊 你不買就賺他買就輸了 你記火 你幹嘛買騰訊 升的時候就高追 誰知道就輸了下來 那些來講 你買的時候 你的贏鏈就不高 你說在這個市 這麼淡的市 第一當然要看我們天原那支掛 今早來講 這麼波動 走勢都升了幾點 二十五點 二十五點都算好了 緊贏 即是支掛 這陣子都是剛剛緊純熟的 一個波動比較大 但是來講 一般的 都要看參考 其他分析 這樣講 但是來講 譬如你自己想著持有 一些股票也好 或者一些 想著投資 保值方面來講 在這段時間來講 我建議是 比較保守一點 會好一點 如果你現在博 就會好 風險沒有高 風險沒有高 年初也講過 年初也講過 去年也講過 有強積金的朋友 轉到低風險 不要打算高風險 我曾經講過 有一個做保險界的朋友 因為看了我們這個節目 他將客戶轉到債券基金 當時保本 不要說贏 他的客戶每個人是股獎 他都會想的 這個是你的榮譽 不關我的事 因為你的運行得好 至少不用時先 至少不用時先 沒錯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 譬如有些 很穩妥的保險產品 亦都可以去投資 你說息就沒有了 有些息息就沒有了 是否負負 利息就沒有了 還有要挑選你們的 希望怎樣去找一些 妥當的投資組合 那就真的要開個盤 看一看 黃師傅 我理解兩位師傅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空法地說 金的做什麼 要看你個人 有時候個人 因為我們要這樣看 我經常都這樣說 人運敵不過天運 整個大小的取向來講 你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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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不知道自己現在觸摸 還有這幾天我們看的市場 真的波動得很厲害 今天早上突然間 跌了一百一十幾天 開始 誰知道反反覆覆 反轉升回二十幾天 你說你怎樣能夠觸摸 除非你真的在這幾個小時裡面 看著這支掛 看著什麼時間入 什麼時間沽 就是牛症牛症 紅症牛症 沒錯 真的 這些來講 給一些很資深的 牛紅症的投資者 今天這些市場是最過癮的 越波動越心動 所以來講 有一些很資深的投資者 他們能夠掌握得到的話 這個時間反而他們是賺錢的 但是要留意 不是代表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要搞清楚 尤其是三戶 剛才我們也提到 譬如說 現在大家看 提款機禁有時候禁不了錢 禁不了錢 有時候也會有的 不是突然之間 是否沒有了 錢都禁不了 錢是銀錢是印出來的 我其實很相信香港金管局 坦白說 因為香港一直來講 貨幣提供和銀行業 都是很穩定 相對地 千萬不要大家 有些人以訛傳訛 聽了 以為就是 因為上個星期 星期五那天 我走到銀行 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按錢 真是糟糕 可不可以貴用機 顯示沒有現金提供 真的糟糕 真的糟糕 我做了一件事 因為我去入錢 我不是去按錢 變成這樣之後 我都縮回來 不要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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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但我相信銀行體系 都應該是健全的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有限錢 是不是都應該想一下 轉一下外幣 外幣來講 持美金應該比較穩定一些 暫時來講 好像澳元都比較穩定 澳元都可以穩定 但是你自己都要 要想在外幣方面 都要想一下 它是哪一個國家的貨幣 你自己本身 譬如你說 我本身是用金的 西方 那我就買多些歐元 我或者買些英鎊 英鎊應該是跌得很厲害 脫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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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了歐可能還跌得很厲害 你知道 脫歐之後來講 那班在歐洲 應該是歐盟 那班勞工就馬上切手了 沒有了又沒有人做事 整個英國來講 都比較上 比較差的 預計都可以這樣說 你說 世界上來說 你說外幣來說 都比較穩定 現在看澳元是不錯的 家園好像都可以 家園都可以 家園都可以 就近6元 家園都可以 家園都可以 那天我上個星期吃飯 才問一個親戚 因為他們都在英國 我說現在入英鎊有沒有著數 他說 不要 當然遲些 他說 為甚麼呢 遲些脫歐 你可能做 現在好像差不多10元都不夠 現在9個半 9個半 10元都不夠 那你喜歡英國來行嗎 可以便宜 便宜 便宜 但又很亂 小心點 你現在每個地方都亂 你怎麼會想到 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還有 連伊拉克 印尼 還有幾個地方都是 都是因為一些條例 譬如你在印尼前一陣子 那些 就是華山那些火山 印尼火山 那些煙公路過去 那你沒有的 這些東西 你看香港亂 你看其他世界的地方 亦都不能亂 相對人民幣的跌幅 暫時就企穩了 如果我們在坊間 價錢是100元 對912到92左右 這樣就差不多 但未來來說 因為全球的經濟衰退 包括中國都會 可能那個人民幣 還有跌幅 我看來都會 都一對一港幣 大家都這樣希望 為什麼呢 其實中國官方 他們是希望的 因為如果你不再跌的時候 對出口就影響很大 而且現在來說 都是生產過剩 所以你看到很多 在深水埗 經常都排隊 在唱人民幣 現在就想著 但可能還有少少跌幅 我看來都會 有少少跌幅 應該都會 剛才那些就是 一些基本的 處世的方法 但最多人問 最多呢 我們這裏的速度 就是香港的政局 會不會有些變化 我們又不需要 用什麽立場去看 我們純粹用一個很客觀的 就是說 譬如現在 這個掌權的人 那要不要重新洗牌 就是要不要 要換一下人 因為你換了人 就好像等於你打牌 去一個廁所 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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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面可能改變少少 黃師傅 之前我們提過那支符記 也有掛 就好像對 無論從任何角度 似乎確認了有一個 就是 掌權的人的位置的改變 那你到現在 有沒有改變這種看法 我沒有改變這個看法 都是維持這個看法 因為始終那個名格 或者那個八字出來的 那個字的演繹就是這樣 遇水就 都是說水滅火 還有配合 其實我都已經看了 明年 二零年那個《立春八字》 看了嗎 看了嗎 可不可以透露少少 少少 很簡單 看《木壽祭》 木是誰 木就知道 木壽祭 還要夾得很厲害 金重就是砍木的 很簡單的意思 就是拿著一把斧頭 砍一棵樹 你今年的年尾 冬季 就水重了 如果你說在這個月份 都解決不了 那就是明年 可能時間會比較久 但如果我們看《符記》 和《關聖帝君》所說的 都是以十二月為一個關鍵 所以大家就耐心等下 還有兩個月 兩個月 很快過 一個月現在好像火箭 很快過 每天天變化太大了 每天天新鮮的東西 變化得那麼大 那你時間自然過得快 所以大家也都好像 頭長說 不需要太悲觀的 樂觀一點面對 那些事情都 人其實要和外在環境要交換 當你很順境的時候 你就要想想想 逆思遺憾 逆思遺憾 當你逆境的時候 你就要 樂觀一點 達觀一點 去面對一件事 但是師傅 現在這個局面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化解一下 不要說解決問題 近期 你知道我們每個 就算現在這個時間也好 但是反而是多了人 問很多事情 因為大家都擔心 擔心個人自己的工作 家人 甚至是小朋友 甚至出外的時候 他們很擔心的時候 如果你從一個個人的看法 反而有一個學員 曾經跟我說 師傅 你可不可以開一個靜坐班 首先是尋求了 新心靈的調整 就是個人 我常常都 我是保持樂觀的 我常常都跟別人說 不要那麼擔心 不要那麼擔心 其實自己也有些擔心 是事實來的 為什麼呢 你見到這個社會 這個局面來講 每天看電視 你都看到 又是這樣 說的東西 每天都是差不多 所以大家來說 在這個時間很納悶 那個生活來講 完全是沒有光彩 所以 首先 大家來說 我常常都說 靜心和靜心 靜心 兩個字是什麼呢 平靜的靜 然後 靜洗的靜 清淨 自己的心靈 先 如果我們大家 剛才我都講 香港人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這個修復的細胞 是這裡的成員 大家的新心靈來講 是得到清淨的時候 氣場就慢慢會變好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 我們經常都很有趣 我們中國人來說 一有事又怎樣 問卜 問天 問蒼天 問鬼神 是的 我們也要看天 我們也要看天道 天道來講 要我們香港人 可能是要遭遇一個困難的關卡 然後才再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我相信會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我自己用元鶴去計 是經過這個事件之後來講 香港的重新的出發 是社會大眾 大家都能夠接受到的 即是你計算過是 香港不能死的 不會 香港怎麼會 之前我們看過的直年掛都是好的 但是呢 這次的事件來講 延續下來的後遺症 我們就沒有講 我經常跟黃師傅說 我們到連尾都不想這麼快說 我們可以這麼說 未來的香港 有三年的時間才可以慢慢收復 是比較 大家可以覺得是比較 是長一點的 我們要跟以往的沙士 或者金融風暴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這次來講 是香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考驗 但是經過了這個考驗來講 大家可以這麼說 是落得見一個不錯的成果 因為方方面面來講 重新的出發 是比較平均一些的 我可以跟大家講 真的會好些 不過呢 都要去到2023左右 你總之相信香港還是一個福地 最重要是相信香港還是一個福地 我經常都這樣講 我跟黃師傅聊天 其實香港如果 紫薇斗數計是一個天同星 天同星就是一顆福星 如果一顆福星沒事的時候 怎麼辦 即是那些福都沒有了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恢復它 尤其是香港這個地方是很奇怪的 它為什麼奇怪呢 它是帶旺了周邊 和全世界所有地方 和人的旺 即是香港 即是如果你說得好聽一點 是旺夫益子的 即是香港這個地方 就不適宜搞它的 一搞自己會選福 即是你越搞越壞 越搞越壞 那香港 為什麼香港是一顆福星 是一個福地 我跟你們講 所以你看到香港 每一次來講 香港有些什麼的 有些劫爛之類的 接著恢復之後 又重新又出發又好 我們自己親身經歷過 就是六七年了 我們經歷過很多 六七九七 六七我們那時候就很小過了 真的走出街 看到那些罐頭蜜 不敢走過去 那時候我們小過 我都很小過 那就見過一些事情 但是經歷過之後來講 又很多事件 譬如那時候 成立ICAC之前都很亂 但是成立之後來講 香港享有了幾多年 都三四十年的 一個很穩定的共勉 所以我都是跟大家講 就不需要太過憂心 同時間就可以做一些 防守性的工作多些 慢慢就會好 這個 那你看明年那個 基本的情況是怎樣 基本上來講 都是會很差 但是最主要可能在人心 和經濟方面 這兩方面出現 比較差 那你說要一時來講 薩時山克 怎樣去改變整個局面 我相信不會很快 都不可能 這件事不會很快 現在因為 現實的情況就是 他把很多基本的問題 基本的問題 他挖出來 那如果你用正面的問題 就是好事來的 是 正面是好事來的 正面是好事來的 就是這些東西 原來是這樣的 你現在才知道 那知道我也好 你當時看不到 我們可以用一個人去比喻 一個人來講 原來在三十年來有些暗病 那突然之間 他突然說 雙風感冒 那怎知道 醫生說 對不住 不單止有癌症 那醫生說 不要緊 我們有些很棒的標靶藥 我們現在用標靶藥 那很快便可以治理得好些 但是標靶藥真的很貴 這個沉重的代表 但是要對症下癌 你不是只吃一粒藥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大家在面對現在這個情況 一定有少許內心 不要 因為那些朋友很多時候都問一個問題 最經典的 現在這個搞到什麼時候結束 那我就告訴你 是不會完的 那我在其他節目講的 這個節目我就要包裝一點點 就是 他那個解決的過程 還是相當之漫長 漫長而艱辛 可以用 就是一定要快點努力 這個努力主要 就是 當然大家都要出 但是主要在那個 有權有勢或者有錢的人方面 那當然 就是他們才能夠 可以改變到局面 但是我另一方面來看 在中國或者香港的歷史上面 在這個大時代裡面 大家都可以親眼目睹 和感受得到 就是和我們 只是在書本上面看歷史 譬如好像秦朝 戰國時代來說 慳殺趙築四十萬 那你只可以想像 但是你真的想不到 那時候是幾殘酷 但是今時今日來講 你可以真的 整個畫面可以看得到 那大家來講 你都可以作為一個 人生的一個經歷 是 可以這樣說 好了 那我們第一次結束 下一節就回來 對 你 要 你 要